我们一起来祷告 仰望我们的主 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这复活的主日 你召聚你的儿女们在线上 一起来向你线上敬拜 你愿纳我们的敬拜 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 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是无所不在的主 愿纳我们的敬拜 也求你继续祝福 我们听信息的时间 求你对你的百姓说话 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更多认识你 也就要怎么来爱你 来侍奉你 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与你的百姓同在 我们将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从八月份开始 我们主日的讲道 要进入到新的系列 我们要一起来查考 就业的四世纪 那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 首先我们就要先了解 四世纪的背景 先了解它的背景 我们才知道它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四世纪是接在 旧约约苏亚剧之后 记载 约苏亚带领 神的苏格支派 打败了迦南 七族人 得着的迦南应许之地 之后 耶稣约苏亚就开始为 告诉我们一些背景 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跟四九节 告诉我们说 耶稣约苏亚时候 以色列人求问 约苏亚说 我们中间谁当 首先上去 恭喜迦南人 与他们争战 约苏亚说 犹大当上去 当先上去 我也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约苏亚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因为他们有铁车 那事实上 整个四世纪第一章 不止犹大 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 其他十二个支派 也是如此 当他们没有把 这些人赶出去的时候 紧接着就产生了 下面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第二段圣经 四世纪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娃的使者 从基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道 我向你们列祖 启示允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费去 以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 以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尾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将他们 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 乐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 必做你们的网罗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 没有把迦南人 赶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结果就出现了 这段军文告诉我们说 这地的居民 就成了以色列人 乐下的荆棘 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 引诱了以色列百姓 离开耶娃上帝去 敬拜他们的偶像 以至于 以色列人 跟迦南人 生活在一起 跟他们通婚 结果被他们同化 同化的结果 就是他们离开了上帝 影响了他们的信仰生活 所以这些人 因着带领以色列百姓 拜偶像 成了网罗 就成为他们 以后痛苦的日子 荆棘是很痛的 就会成为他们的痛苦 但更糟糕了 我们来看第三段圣经 更糟糕是第一段圣经 告诉我们 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 耶稣亚在世 和耶稣亚死后 那些见耶娃为以色列人 所行大事的长老 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事奉耶娃 可是呢 那世代人也都归了 自己的列祖 后来 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娃 也不知道耶娃 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 行耶娃眼中 看回恶的事 去侍奉诸乌巴利 耶娃的怒气 就像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抢夺他们的手中 又将他们 负以视为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不能站立得住 耶娃为他们 兴起事实 就与他们的仇敌同战 事实在世的一切日子 耶娃拯救他们 脱离仇敌的手 他们因此 因受欺压 扰害 就哀声叹气 所以耶娃后悔了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 以色列的百姓 没有赶出这些迦南人 这些迦南人就 引诱他们拜偶像 以至于离开神 离开神的时候 就被仇敌所攻击 他们在患难中的时候 呼求耶娃上帝 这时候 神怜悯他们 就为他们兴起了领袖 事实 那以色列的历史 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循环的里面 这种循环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首先 他们背叛 第二个 他们就受到压制 紧接着 他们来呼求耶娃上帝 最后第四个阶段 上帝兴起 事实 拯救他们 可是他们拯救之后 又再度背叛耶娃上帝 就又开始怎么样 受到仇敌的压制 然后他们又呼求上帝 上帝又听他们的拯救 为他们兴起事实 来拯救他们 所以背叛 受压制 呼求上帝 神兴起事实 拯救他们 背叛 受压制 呼求上帝 神兴起事实 拯救他们 这是 事实记的四个 四部曲 那么整个 事实记 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告诉我们 陈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当以色列百姓犯罪 受压制的时候 他们呼求上帝 上帝就施行拯救 所以事实记的主题叫做什么 乱世拯救 上帝在乱世当中 兴起事实 来拯救 以色列百姓 这就是整个 事实记的主轴 耶和华怎么样 来拯救 以色列百姓 他做一个动作 就是兴起领袖 兴起所谓的事实 事实什么意思 事实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 就是审判官 就是法官 就是法官 他们被上帝挑选过来 做审判 以色列人 的 是非 并且帮助他们 做正确决定的人 他们是审判官 不过他们不只是 做审判官 帮助以色列百姓 断示威 其实事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军事领袖的角色 他们被 兴起来是要带 以色列百姓 去打仗 抵挡敌人 就 他们脱离 迦南抽敌的辖制 所以 施司纪 乘上旗下 前面是承接 约苏亚纪 然后紧接着 进入萨摩尔纪 进入到列王纪 从约苏亚 带领以色列人 打仗得到应许之地 然后一直到 以色列的王国 建立起来 这几百年间的历史 以色列人一直 持续不断的在 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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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打仗的过程当中 上帝持续不断的 施行拯救 上帝 从十二个指败里面 就选出的一些 事实 出来 在 四世纪里面 大概有大大小小的 事实 有十四位 整个 四世纪的中心思想 就是 上帝在以色列百姓 遭遇痛苦 受压制的时候 就不断的 新奇领袖 来做 施行拯救的工作 你了解了以上 我们四世纪的背景 跟主题之后 马上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 读四世纪 跟你 跟我有什么关联性 那 四世纪要传递的信息 是什么 最主要的要传递 两个 信息 在乱世当中 上帝给以色列百姓 两个大好的信息 我们要知道的 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第一个好消息 是整体 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 不断对他的百姓 施行拯救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不断 对他的百姓 施行拯救的上帝 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地点 任何上帝的百姓 只要肯悔改归向上帝 呼求他 呼求他的名 呼求他的拯救 我们上帝 一定会出手施行拯救 这是四世纪 第一个 最重要传达给我们的好消息 在查考四世纪的过程中间 我们会发现 以色列百姓 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离弃上帝 我不知道你在读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厌烦的 他们离弃上帝 受得压制 然后呼求上帝 上帝就为他们兴起 四世拯救他们 等到四世过去之后 过去之后 以色列人又把上帝给忘记了 又再度离弃神 再度受害 受到辖制 然后他们呼求神 神再施行拯救 就不断的在这种犯罪 离开神 受辖制 呼求神 神施行拯救 这种痛苦不断的循环里面 四世纪记载的十四位 四世 我想 以色列百姓不只是十四次 离开上帝 我相信还没有记载的 还有很多 假如 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假如 你是上帝 看到以色列百姓 这个样子 请问 你会有什么反应 假如你是上帝 看到以色列百姓 一而再 再而三 在这恶性的循环里面 这种循环里面 你是上帝 你对他们 会有什么反应 我想我的反应是 烦都烦死了 应该不想再理 这些很麻烦的 以色列百姓 这应该是一般人 大概都会有的反应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的 感谢上帝 你我都不是上帝 假如你我做上帝的话 我们全部的人都要倒霉了 但是我们的上帝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上帝 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他不计算我们饿的上帝 上帝永远不会离弃 他的百姓 请问 一个问题 人对人比较苛 还是神对人比较苛 这尼托森弟兄问的问题 我想大家应该有数 人对人是比较苛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 在四日记 告诉我们说 他是一个不断施行拯救 对我们慈爱的上帝 他是一个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的上帝 他不计算我们的恶的上帝 这样的一位上帝 真是好棒的一位上帝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随时来呼求他 他都愿意接纳我们 饶恕我们 愿意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这就让我想到 新约的路加福音15章 那位老爸爸一样 他日夜都盼望 他那个小儿子 那个浪子 出来的浪子 能够回家一样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都受不了 我们自己 但是上帝受得了 上帝受得了 今天我要报给大家 一个好的信息是 上帝受得了 我们这些 一而再再三 背叛他的人 堕落的人 我们的上帝 就像路加福音15章 所说的那位老父亲 他动了慈心 他常动了慈心 他接纳我们 饶恕我们 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再 再而三的离弃他 可是一旦我们回转 一旦我们回家 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他都是张开双倍 欢迎我们 想到这样的上帝 请问你的感觉如何 你的感觉如何 可是我们都不太相信 有这样一位上帝 但是四世纪 就在一再的循环 一直在告诉我们 从旧约到新约 最重要一个信息 我们的上帝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上帝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有些时候我碰到 我辅导的一些人 他们来找我 有些地中很挫折 就告诉我说 杨哥 上帝会不会再给我机会 上帝会饶恕我吗 因为我一再的犯错 但是今天 四世纪要告诉我们 答案是肯定的 上帝要我们回家 他随时张开双臂 欢迎我们回家 是的 这是好消息 只要我们回家 我们呼求主 祷告主 他一定会生出所来 施行拯救 其实不是在四世 那个时代 在人类力上 每一个时代 我们上帝都不断的在呼召 他的百姓 不断的呼召 他的百姓 回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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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群 时常悖逆的百姓 他欢迎我们 随时回家 跪向他 这是从旧约 到新约 最重要的一个好消息 甚至到一个地步 上帝在人类历史上 有一天猜浅 他的儿子耶稣 来到世界上 耶稣 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 耶稣的直接的翻译 就是耶和华 施行拯救 就是四世纪的主题 耶稣就是耶和华 要施行拯救 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非常非常乐意 拯救我们的上帝 整件以四世纪 透露最重要的信息是 我们的上帝 就是这样的上帝 他是一个蛮有慈爱 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愿意施行拯救的上帝 我们人很容易被约 很容易施行 但是我们的上帝 他不会被约 他永远记得 他跟我们所立的 只要我们回转 他一定会施行拯救 我们上帝并不是失忆 不是得了失忆症 忘记了 不是 他的本性里面 他知道我们软弱 可是他的本性 他是一个守约 失慈爱的上帝 他的慈爱 到底是怎么样 慈爱 能不能形容一下 他的慈爱 到底有什么慈爱 有一次彼得就问耶稣 说 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要饶恕他几次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 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 就是无限的饶恕下去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天父的心 因为我们的天父 就是这样 不断不断 愿意饶恕我们的上帝 他不计算我们的恶 他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的上帝 假如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的上帝 那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位上帝 很重要的 就是新约 告诉我们的 十字寻传第二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 第十章 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 凡呼求主民的 就必得救 我们上帝是这样的 因为上帝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随时随地 呼求主民 呼求主民 凡呼求主民的 就必得救 圣经的应许讲得非常清楚 你呼求主民 你就必得救 神一定会理你 神一定会拯救你 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 那位爸爸等待着我们回家一样 今天 面对我们的国家 也是好像是像事实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很困难 也是处在乱世当中 我们不是在末世 我们也是在乱世 耶稣的脚步越来越近 国家 各个国家都会越来越乱 但是最乱的地方 是在哪里 最乱的地方是在哪里 家庭 家庭是乱源 家庭是乱源 所以当家庭混乱的时候 家庭没有被拯救 国家也没有办法被拯救 所以过去三十年来 我们教会就推动 家庭主流化运动 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们扮演习会做教育 我们推动各样的 一种各方面 我们要传递 家庭主流化的新的科室 但是做了那么多 有没有办法对我们的台湾的家庭有帮助吗 我发现最有帮助的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当神的儿女起来为家庭呼求主名的时候 四世纪的应许就非常清楚 就在我们当中 特别是过去这两年 我们推动 父亲祷告小组 父亲祷告小组 不只是放在教会 放在堂会 也是放在职场 特别是放在家庭里面 我看到好多好多家庭 开始改变 父亲的心转向 阿里阿里心转向 父亲 夫妻和好 关键是什么 祷告无求主名 因为上帝的手直接介入 就像四世纪里面所说的一样 我看过太多痛苦的家庭 因着祷告而改变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教会所做的 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呼求主名 为我们的家 为我们的爸爸妈妈 为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的兄弟姐妹 呼求主名就带来拯救 我记得有一个姊妹 我们教会是 希望每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 都能够对爸爸妈妈写感令文 感谢跟经典文字 他写就怎么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小 在家暴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爸爸不管事 爸爸拿钱乱花 爸爸去拜偶像 所以整个家庭落在痛苦当中 要拿写感令文 简直要他命 他写不出来 因为他里面受伤 他里面没有爱 根本没有办法写出来 可是有一天 他知道我们教会的教导 开始起来祷告 开始起来祷告 神医治他 神带领他 最后有一天 他可以写下感念文 并且可以为他的父亲祝福 这是什么 神先拯救他 也透过他 开始改变他的家庭 另外我又发现有一个姊妹 也是同样的 一个姊妹 在一个很不好 不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 功能不胀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所以他从父亲那边 也是受了很大的伤害 他讲一句话说 他不相信他的爸爸会信耶稣 他说假如他爸爸信耶稣的话 全世界人都会信耶稣 他根本就不相信他爸爸会改变 但是也是一样 有一天人家告诉他说 起来祷告 你会改变 你爸爸也会改变 就没有想到 他开始起来为自己祷告 并且用祝福的方式来祝福他的爸爸的时候 发现开始改变了 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开始出现 化学变化 开始不变 开始改变了 有一天在电话上面 他的爸爸就跟他说对不起 简直他昏倒 他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 他的爸爸对他们家 对他们家的孩子说对不起 他呼求主民 他的苦跟毒慢慢过去了 他呼求主民 他的爸爸开始改变了 他呼求主民 整个家就得救了 这就是四世纪对我们的义 凡夫求主民的家 凡夫求主民的人 包括凡夫求主民的国家 都要得救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喜爱 我们回转归向他 并且要施行拯救的上帝 过去这十年 我们国家蛮辛苦 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 政治的困难 两岸的问题 我们有经济的问题 我们有疫情的问题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台湾的教会学习 连结起来呼求主民 你知道吗 每天有上万个复兴祷告小组 在迫切的为我们国家祷告 所以去年很多国家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台湾疫情会被控制得住 那时候很多人就吹牛 以为我们多厉害多厉害 不是是神师的时候 特别在台湾 当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神的安典手稍微测开一下 疫情就是像排山倒海一样 来到台湾 当上帝的百姓再次起来 呼求主民 求主饶恕 求主赦免我们的骄傲 谦卑寻求主的时候 疫情又被控制 又被控制 我们相信神的手在我们当中 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 气候更是明显 过去这两年 十几个台风 经过台湾就自动转向 自动转向 那最近又一个台风又来了 那我记得上个礼拜 杨师母六姐就问我说 台湾会不会转向 我直接跟他讲说 台湾好像要转向 好像已经转向了 他说你在哪里看见 我一查 我根本不是看新闻报道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有一组使徒先知团队 为国家守望祷告的人 我们在一起 在祷告的时候 当中有一个先知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台湾不会登陆 会转向 我就把这个先知的报道 就当作新闻记者告诉我的 所以我告诉杨师母的时候 他问我说 在哪里看到 我发现新闻记者并没有报道 都说这个台风 摇摇摆摆摆摆摆 我就发现 原来我们跟我们的上帝 变得那么的亲近 为国家那么大的题目祷告 我们知道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 上帝回应我们在台风 还没有到台湾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 神的手在掌握 这是我们过去这几年 整个台湾教会 呼求民主民的结果 我们汉灾祷告 神就赐下几死的雨水 我记得那时候在西韩那一天 当神的百姓聚集在西韩 一起求雨的时候 当天雨就下来 当天雨就下来 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汉上可以解除 因为上帝的百姓 认识耶和上帝 上帝的百姓起来 奉主的名 同心合一的祷告 祂生点给我们 所以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 不只是救我们 脱入屈无烂 神也带领台湾教会 更深的来认识祂 祂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我们的上帝 真是本为善 祂的实在 永远长存的上帝 这4CC告诉我们 第一个好消息 那紧接着 他告诉我们 第二个信息 也是好消息 上帝怎么样施行 成就祂的法则是什么 祂的法则就是 兴起功能 兴起功能 上帝在四师记里面 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信息的时候 祂施行 拯救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为他们 兴起审判官 兴起军事领袖 叫做四师 来拯救 以色列百姓 祂兴起了十四位 大小四师 那事实上 不是在四师那个时代 在历世历代 神要施行拯救的时候 祂工作的法则是什么 先有工人 再有工作 祂总是先兴起一些工人 兴起一些工人 像亚伯拉 以色亚各 有没有 到摩西 一直到四师 到大卫 四师到了新约 也是一样 上帝差遣 最大的一位四师 最大的一位工人 叫做耶稣 来到世界上 来拯救我们 施行最大的拯救 到祂复活生日以后 祂留下十二位 留下七十位 留下一百二十位 这些使徒们 能够起来 一起跟祂 同心合一 来完成大使命 做拯救这个世界的工作 所以 今天教会理所当然 应该是 二十一世纪的四师 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能够把上帝的 拯救恩典带出去 把神给我们的 圈品能力带出去 四师 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工人 他们 是上帝给每一个世代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感谢 耶稣说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要 求庄家的主 打发工人去收购庄家 面对我们台湾各行各业 面对教会 面对家庭 我们很需要 工人 合成形役的功能 被兴起来 就是合成形役的四师 起来 做拯救的工作 做拯救的工作 我们可以祷告 我自己就亲身 在我自己做基督徒 这么多年里面 经验到 上帝怎么样 猜浅工人来帮助我们 工人是礼物 那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 就要向他祈求 功能不是自己产生出来 是上帝预备的 是上帝拣选的 是上帝所拆派的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就说 求主打发工人出来 我记得四五十年前 那时候台湾 还是很多宣教师 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的时代 那时候我神学院院长 戴少庄院长 他有时候讲了 语重心肠的话 他从中国大陆 来到台湾 做内地为了童工 在华城做神学院院长 都说 中国人你在哪里 为什么还是 我们这些洋人在这边 我的牧师 也是一个宣教师 复利的牧师 他说台湾人你在哪里 台湾人你在哪里 他说 好像看不到前面的亮光 因为没有人来接棒 那时候 我看到教委荒凉 那时候真理堂 差不多一百多个人 我们缺乏工人 我们缺乏工人 到大山的时候 神呼召我出来 我说主啊 你呼召我一个人不够了 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说 你要向庄稼的族 祷告 求他猜浅工人 我心里面一个感动 就向他求了七十个工人 或者是三十五对 在我之前 跟我最近的传道人 是一句比牧师 大我十岁 一句比牧师 跟他上面一个传道人 也是大到十岁 每十年 台湾新会 产生一个工人 这个教派 这个教会有希望吗 我跟主说 主啊求你打发工人出来 没有想到 从我跟杨师母 出来以后 单单从真理堂 每一年都有一队 一队一队的工人 被打发出来 上帝是信实的 工人是礼物 我们要向他求工人 求主打发工人 神就把工人赐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做 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 门受很多恩典 是上帝兴起 许多许多工人的结果 现在我们在 真理堂兴起 兴起上百位的传道人 在我们这边 也在各地服侍上帝 工人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要存感谢的心 并且向他呼求 现在整个基督的教会 全世界基督教会 都在老化 包括真理堂在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要注意下一代的工人 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在 求神 帮助我们 看我们要做些什么 但是最基本的 神鼓励我 就你祷告 你只要向我祷告 神一定会打发工人出来 虽然我们很多事工 都需要工人 但是不是凭着我们去做 但是我们要祷告 我们叫他呼求 求庄家族打发工人 神就会拆解工人出来 这是诗诗记 告诉我们第二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宝贵的信息 我们可以向他呼求工人 神一定会拆解工人出来 但紧接着我们要问你 一个问题是 那请问 请问 这被兴起的诗诗 有没有什么条件 到底神拣选工人的标准是什么 是不是看他的出身 看他的体貌 看他的口才 看他的恩赐 假如就我们来讲 我们要使用工人的话 我们可能会列出很多的标准跟条件 可是我发现我再一次查考 整个诗诗记 当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标准拿出来看的话 大概诗诗里面的诗诗和诗诗 没有一个qualify 没有一个是合格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 比如说论到身材 有一个诗诗叫做以护 圣经记来他是左手便利的 什么叫做左手便利的 以前我在读的时候 以为他是左撇子 可是你实际去查考原文的时候 他是右手失灵的 他是一个残障人士 他右手没有办法 所以他只能使用左手 他是一个残障人士 上帝使用这个残障人士被他所使用 出生 谁能出生好 耶佛他 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 上帝竟然也拣选他 祭奠 这人个性很弱弱 很胆怯 很爱怕 左祷告右祷告 羊毛丝羊毛干 都不敢出来 他是一个很胆怯的人 可是神还是拣选了他 还有脾气很坏的 亚比米勒 他可以把他的兄弟 七十个人都给宰掉了 这样脾气暴躁的人 神也拣选他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 一个人 参生 男女关系乱七八糟 居然在乱世的时候 他被尸灵充满 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 所使用 那到底在 四十记里面 我们看到的 神拣选功能的条件 资格是什么 在新约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 十一章 第六节 上帝到底许悦什么样的人 上帝到底要什么样的人 希伯来书 十一章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一节 十一章 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 人非有信 不能得上帝的许悦 来到上帝面前 必须信有上帝 且信他赏识 那寻求他的人 上帝是喜悦什么 有信心的人 我们再看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上十二节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依稀说 基甸 巴拉 参僧 耶佛达 大卫 撒木 和众先子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 自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读了四字的口 灭了烈火的门事 脱了刀尖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显出 勇敢 打对外邦的拳金 他们是什么 这些人 圣经什么都没有讲 只讲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是 信靠上帝的人 他们是有信心的人 所有这些人 都有他们的问题 跟软弱 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点 就是 他们相信 I am Who I am 的上帝 并且相信 耶瓦上帝 是一个赏识 寻求他们的人 信心是什么 什么叫做信心 就是 即使别人觉得我不好 我自己也觉得我不好 但是 我知道上帝非常好 我来投靠他 这叫做 有信心 不管别人怎么看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我自己 怎么对自己 怎么看 不是我们的条件 不是我们拥有什么东西 让我们能够成为 神所中的器皿 只有一个条件 你到底要不要信靠神 你到底相信不相信 上帝是那位 善良 蛮有慈爱 守约 是慈爱的上帝 他是信实的上帝 他守约 你也愿意对他守约 其实上帝只有一个 最基本条件 你要不要对他 有信赖 他是信实的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信实的人 所以撒加利亚书最清楚的 讲到上帝使用什么 不要依靠私利 不要依靠才能 然后依靠 耶和华林 方能成事 一个有信心的人 就是依靠圣灵 让圣灵充满浇灌 以至于 实行上帝 可以透过我们 跟我们同工 实行成就的人 这叫有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人 所以有信心的人 是跟他的出生 跟他的背景 跟他的才干 跟他的恩赐 是跟他年纪也没有关系 小朋友能不能被神使用 当然可以 因为 约有书第二章 书信上第二章 那末世的 神的你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少年人会被神使用 记得很多年前 我看到一个报道 在美国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叫Kathryn 有一天她在电视上 看到一个报道 在非洲每三秒之后 30秒就有一个孩子 死于内疾 Kathryn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孩童 是一个基督徒 她看到这种报纸 她很着急 她就告诉她妈妈怎么办 他们就一起祷告 一起商量 最后结论是说 非洲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蚊帐 最需要蚊帐 所以她就把所有的零钱 就收起来 去捐给 这种非洲蚊帐的协会 她的零用钱 刚刚购买一个蚊帐 送到非洲去 可是这个想念还想 不行 这样怎么来得及 后来就开始感动 她做一件事情 她开始做证书 她捐款 反正捐款给文帐协会的 她就画一张图画 然后写一个证书 她鼓励她的同学们 反正要用捐文帐的人 她就写一个 做一个 画一个证书 送给他们 鼓励她的同学 鼓励她的亲友 谁捐一顶文帐 她就发一张证书给他们 很厉害的是什么 她后来发了一个最有效的证书是什么 她把这些证书是什么 她寄给比尔盖茨 她写信跟他讲说信的大意大师 大概是这样 比尔盖茨先生 没有文帐 非洲的小孩子会因为念起死掉 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来买文帐 可是他们没有钱 钱都在你那里 意思说麻烦你把钱捐出来 好不好 比尔盖茨收到信以后 马上受感动 就签了一张三百万美金的支票 给非洲文帐协会 这是非常意外的结果 单单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她的祷告 她的呼求 她 神使用她 穆德的款项 足足可以拯救 两万个非洲的孩子 上帝实在太奇妙了 今天 全世界 到处都是需要 有这样对上帝有信心的 试诗被兴起来 今天我们最需要的试诗在哪里 今天我们最需要的试诗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试诗家庭 因为家庭改变了 家庭活过来 我们的教会 我们国家才会活过来 那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人是谁 父亲姐要到了 我们都知道 应该是爸爸 可是我们爸爸非常非常软弱 最近我跟一些爸爸交通 他们都是非常软弱 但是让他们刚强起来的 唯一个办法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祷告会让他们刚强 呼求主 就像四师呼求 像以色列百姓呼求主 神会帮助他们一样 有一次 上个礼拜 我跟我们几位台北的一些牧师们 我们在线上有一些交通 我们就谈到父亲节 周神柱牧师就谈到他的爸爸 让我们很感动 他爸爸如果今天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已经有120岁了 他爸爸 对他的理想非常非常大 因为周神柱牧师家里有七个孩子 他是排行第五 最小的一个男生 最调皮 也是干尽很多坏事 在小时候的时候会偷钱 不做功课 很让他爸妈头痛女孩子 所有家族人对他都放弃了 可是只有一个人不放弃 那个人是什么 就是他爸爸 他说这个孩子 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他 周神柱 只有上帝来帮助他 才有办法 他爸爸就每天为他祷告 每天为他祷告 他爸爸不放弃他 他爸爸邀请天上的爸爸来帮助他 后来整个 周神柱牧师怎么改变呢 他的爸爸 内向也不会说很多话 可是他有一个东西 是对的 他爸有信心 他爸来信靠神 他知道他天上的爸爸 地上的爸爸没有办法 天上的爸爸有办法 所以他就请求天上的爸爸 出手来帮助他 帮助他 就把整个家整个转变了 特别是周神柱牧师给转变了 那他说周神柱牧师跟我们讲说 他妈妈是很牢叹的一个 一天到晚都在讲他爸爸 都在骂他爸爸 显然他爸爸也有很多的缺点 可是他爸爸是一个祷告人 可以忍受得住 他跟我们讲说 当他妈妈去世之后 周神柱牧师的爸爸 每天都在哭 哭了一人多 哭了一人多 为什么哭 他说从此没有人骂他了 他觉得很不好受 平常 太太一起老大 其实他非常爱他的妈妈 但有一天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上帝就给了他一首诗歌 就是 天父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他唱完那首诗歌以后 第二天以后就从此不再哭了 他是一个祷告 也是一个领受上帝话语的 领受上帝启示人 所以他常常为家人祷告 他的三姐夫 他为他祷告了三十多年 他爸爸为他祷告三十多年 他三姐夫后来也信耶稣了 他说他的爸爸 真的是他们家 盼望的来源 我说中无神祖的爸爸 就是他们家的士师 今天男人 可以什么都不如太太 可是有一件事情最重要 就是祷告 不能输你太太 祷告是带下神的权品跟能力 让你能够做好家里的士师的关键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的父亲解除 我们的主题就是 父亲的祈祷 我们感谢主 今年我们已经登记送出去 教会送出去的2500份礼物 我们五分之四 2000份都是木道友 我鼓励弟兄姊妹 大家起来 未来这个礼拜也去祷告探访 在线上做祷告探访 邀请他们务必来参加 下个主日的父亲节主日 让他们来学习男人的祷告 他们祷告会带给他们自己 带给他们家里 带给他们的配偶 带给他们孩子极大的希望 他们要成为家里的士师 那我们基督徒会祷告的 我们更是在祷告上面要进步 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 都设立复兴祷告小组 当家有士师 家就会兴旺起来 家就会复兴起来 当家里复兴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教会 在这一波好爸爸祷告运动里面 我们继续做领头羊 带领全台湾的教会起来 让爸爸好爸爸起来 为家守望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赐下诗诗记 这么宝贵的一卷书 让我们知道在乱世当中 我们仍然有盼望 因为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上帝 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上帝 我恳求主 我恳求主 这时候把神祷告灵特别教官下来 让每一个人懂得懂得祷告呼求主 让我们的牧区小组懂得祷告呼求主 让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职场都能够起来 呼求祷告主 求主帮助你的百姓 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 成为你手中可以使用的事实 为我们创造新的信心 因为我们主耶稣是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主 让我们得到信心 可以在我们末后时代 成为主你手中合用的事实 能够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